OK 大家好 最近太忙了 视频拍了也没有剪 过几天会有别的视频上传 今天呢 现在已经是 10点34分了 晚上10点34 小孩已经睡了 今天录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小孩上幼儿园的一些事情 这几天呢 我也是请假 然后跟我媳妇一起去跑这个区医所 我们就边吃边聊 主的特斯拉的Model 3 特斯拉的Model 3 本来想着过来啊 就是让他先适应一个月的时间 结果后面现在真的是太黏人了 小孩也少 小孩非常少 日本少子化 然后想着语言又不通 又交不到朋友 想着尽快去把他送到这个幼儿园 然后呢 我就开始出动了 然后联系的这个市役所 区役所 区役所就是相当于就是市政府 然后我们是外国人的情况下呢 他会问你日语有没有问题 然后你的家人的日语有没有问题 我就说我家人的日语是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他就又联系到了这个叫 中文翻译过来应该叫外国人 支援中心 然后区役所跟外国人支援中心 对接好了之后呢 然后跟我回复的让我什么时间方便 我再跟他们约时间 好 他们把时间调整好了之后 我们就暗时就过去了 他已经帮你安排好了之前的那些 有中文的翻译 给我们一对一的 一对一的 服务非常非常的好 这个地方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很耐心 非常的耐心 接待我们的那个区役所的 那个中国翻译是浙江的 他小孩都已经在日本都已经工作了 他中国人 整个的一个服务 就真的就是上帝般的享受 服务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然后那个地方呢 我录了一点视频 我会把它穿插到这个视频里面 因为是 有这个人脸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没有录太多 就大概扫了一下 接待我们的是一个日本人 一个翻译 两个人 那个日本人呢 是一个大姐 那怕大姐怕都老奶奶了 老奶奶了差不多 可能有六十 六十好几了 人家跟你接待那个老头子 估计怕跟你老一年龄差不多了吧 可能也快八十了吧 对 那样子 他们的区役所的这些公务员啊 八十岁了 差不多八十 没有八十都有七十五 看样子 反正挺老的 反正就他们的 他们的工作人员年龄都非常的大 然后很有耐心很和善的 因为他们年龄也比较大嘛 就翻那个地图 对 翻地图 然后你家住在什么地方 你跟他说 完了之后他就会把就近的这些幼儿园给你挑选出来 因为这个区役所是协同的这个外国人支援中心 所以说他们那块呢 就是给外国人推荐这些幼儿园的话是比较有经验的 他推荐给了我们几个幼儿园让我们自己选 也给我们了一些建议 最终呢我们就订了一家 有很多外国的小孩在那家幼儿园 说那个幼儿园的那个校长是以前的一个小学的校长 就比较推荐我们去 好 这个地方就说一下那个幼儿园 日本的幼儿园制度跟中国的幼儿园不一样 他们这是有几种 一种是保育员 保育员的话呢 它是归这个厚生省的 如果你的父母双方啊 如果有人是不上班的 比如说日本有很多那个家庭主妇之类的 那么你就不能去读那个保育员 他那个相对就是托儿所 一岁多好像就可以去 一直托管到这个六岁结束 写托儿所一听 托儿所 托儿所 那托儿所他们也是免费是吧 托儿所是这样的 就托儿所是归属于日本的这个厚生厚生省 所以说呢 它就是一个纯福利的机构 它是纯福利的 就完全没有任何的费用 然后第二一个呢 就是幼稚园 幼稚园 日语叫幼稚园 写法和我们中文是一样的 实际上翻译成这么普通话来说的话呢 就是叫什么幼儿园 幼儿园它这个又属于日本的另外一个部门 就是国家部门叫那个文部省来进行管理的 幼儿园呢 它就不是福利机构了 但是呢 日本在2019年的时候就出了新的政策 就是当时那个日本的那个前首相安倍啊 他当时提出来那个一系列的经济的一个一个刺激的一个计划 完了之后就是把日本所有的幼儿园 不管你是这个幼稚园也好 还是保育员也好 全都免费了 所以现在的幼儿园它也是免费的 呃 幼儿园的时间就是比较短的 早晨9点钟把小朋友送到那个地方去 下午2点钟就放学了 下午2点钟就放学了 吃了午饭就放学 吃了午饭就放学 然后这个收拾 好像要让小朋友们自己收拾东西啊 自己收拾东西 打扫教师干嘛呢 对 学一些礼仪啊之类的 他们他们基本上他们的幼儿园和那个托儿所性质都一样嘛 只是他的那个区分不同 幼儿园托儿所他们基本上是不教任何 呃就是怎么说呢 学习方面的 他们讲那翻译讲的嘛 托儿所好像主要就是托管嘛 嗯 然后幼稚园好像是要教一些东西 呃一会我们再说后面的幼稚园 反正好像也不怎么教 也不怎么教 反正就基本上就是天天就是在那玩啊 反正我看到的目前基本上就是玩 就是纯玩啊 呃区医所跟我们区医所和那个外国人志愿中心推荐给我们的那个幼儿园 我们就选定了就说那就不用再多看了 然后呃他呢就联系了那个呃幼儿园的那个校长 嗯 当场我们就把呃见面的这个呃 时间这个时间就全部都约定好了 约定好了 然后今天早晨校长会站在门口 校长也是一个老阿姨差不多有有六十来岁左右 然后我到那之后他就直接说哎他说你是不是预约好的那个那个中国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哎我说是然后他说让我稍等一下 就当时生了很多很多小孩都是那会儿建的啊都是比较老的设施了看着非常非常的老啊但是你进到里面去就进到他们那个教室里面去就就非常好了非常非常好了就外面的那个楼啊看着非常非常老他们不在乎外表在乎内在不是不是就是呃 这些发达国家他建设的时间都比较早啊都是这样啊所以你看你看日本这些看的这些外楼啊虽然说很干净但是你看他那个楼体啊比如他们有很多的也有一些90层楼的这种公寓你看他贴那些瓷砖就明显就是昭和时代七八十年代的那种审美风格对吧反正我是不习惯他这儿的马路对豪宅呀两道对就是国家已经建设完了他已经没办法再去 再去重新弄了而且日本这个国家当时我以前看过那个资料他这个你像整个日本的这个二战以后重新建了像东京的话二战的时候是被美国基本上全部被燃超弹全部炸平了的等于说他是战争结束以后重新新建起来的一个城市他按照这是一百年的建设来做的啊所以说他现在也就才过了五六十年的时间啊他就不会不会在大头阔府的再做很多新的基建了所以现在你看咱们国内 看了很多的建筑啊都特别特别的新实际上我们在过三十年以后四十年以后等越南那些国家发展起来了相当于把基建建完对他再回来看中国的到时候的建筑可能也会觉得比较久这一样的就是他发展在前面去了就是他里面养了很多的小云我会把那个视频放到这个视频里面大家能看到养了鸡那鸡是小孩可以抱的就散养的 他但是那个鸡跟我们那个国内的那种肉鸡和下蛋的鸡不一样他那个有点类似于像那种不是他那个品种有点类似于像那种观赏的那种 观赏鸡羽毛上面带梅花的那种鸡就是不怕人你个人可以去抱啊但你一抱他就不动了就定住了啊就像一个就像以前有一种什么山羊啊就是你一下他马上晕倒那种那个鸡也是你只要一下那个鸡他不跑他马上就定住不动了你就可以抱他啊啊在幼儿园搂直鸡 这家伙要把这鸡玩死了你不能让这个鸡倒立啊你你把他身子都整反了 然后还养了很多的兔子他们教室里面也放了一个大笼子那脏吗不脏不脏很干净然后那个教室里面也放了每个教室里面都放了一个大兔笼子里面养的兔子 然后老师的办公室里面养的那个大蜥蜴还给我们家小朋友抱出来让他摸 还养了那个那个大的那种乌龟 乌龟是那种汉地里面的乌龟有那么大一个名字叫安娜也让我们家小朋友去抱 他的名字叫安娜 这好家伙吃苹果吃瓢菜 吃吗 第一个他们幼儿园的人很少小孩很少很少他有三岁有两个班四岁有两个班五岁有两个班每个班值每一个年每一个每一个班级啊就只有28个人 等于说五岁两个班一个班就14个小朋友14个小朋友的话他给你配的那个老师是三个老师 这个因为他现在国家已经进入少子化的状态 我看了新闻昨天还是前天韩国发布了那个国家紧急状态就进入少子化紧急状态韩国现在是最最最最痛苦的 然后过了就是这个日本咱国内今年不也那也下降了你看以前去年去年中国的以前咱们都知道公立幼儿园是要摇号吧 嗯对但去年都不要号直接就是就妇科在那都可以去读都遭不满对就说明生育率下降了对 然后他当时给我们推荐这个幼儿园就说这个幼儿园呢就是有很多呃外国的小朋友也在里边 结果我那天今天早上去的时候就碰到了两个家长是中国人啊在送孩子完了之后呢在跟那个校长对谈完了之后出来之后当他们他们那个因为他们小孩完全没在教室里边 就就随便玩小班中班大班全在那个那个那个操场里面玩有推那个手推车的有人抱着机然后有人在那爬那个爬那个架子老师也不讲规矩不讲他日本的那个那个操场啊就跟我我小时候读的那个子弟校的那个操场一样就是有一个那种沙坑嗯是水泥湖的那个边里面就装了沙子嗯那老师带头把那个水管往那个沙地里面呲呲的就跟那个那个货的那个稀泥似的 玩水边玩那些男孩就在那里面那个大泥地里面没穿鞋就在那折腾这还你还在揉我这个鸡啊我的鸡今天太惨了真的 在玩沙子上面种的葡萄 他们这幼儿园全是玩那个校长当时就跟我聊了很多呃因为这个主要是参观嘛参观就他也问你有没有你别的被选的幼儿园 然后对对有没有被选的幼儿园然后他也说今天你不要急着做决定让我们多看两三家整个幼儿园里面是完全要换鞋的二楼是五岁的一楼是三岁和四岁的一共就六个班然后三个年级呃三楼就是他们那个呃小孩种了很多的菜种了很多的花他们那种那个琵琶树种那个琵琶琶琶琶成熟了就带小孩吃然后种的茄子番茄土豆葡萄那小朋友体验一下 种植的快乐对然后他这个幼儿园就幼儿园都要用这现在人家国内的小学也也搞种植啊啊然后完了之后他那个幼儿园里面不是养了很多小动物吗嗯那个校长就跟我说他说他他说他以前是小学的校长然后他做这个幼儿园的校长他就是想呃完全把那个就是让孩子更多的去去释放天性 嗯然后多跟自然接触他就说他就在这个接触这个动物的过程里边也会有动物离开小朋友嗯他说这些都是正常都要面对的他说这个其实也是呃养这个动物的好处嗯能够接触这些反正他就跟我聊了很多他们的那个呃幼儿园的一些理念性的东西这个幼儿园是1980年建的很老了嗯嗯很老了 但是里面的设施非常的非常的新还有一点就是让我出乎意料的就是他们那个教室里面的那个新风啊我不知道装了什么东西空气清化器是下谱的每个教室都有然后他们还装了那个次露酸次露酸水的那个喷射的消毒的那个东西但是你进到他那个教室里面啊感觉那个空气就非常的含氧量非常的高不知道他是装了什么东西嗯就感觉含氧程度很高嗯他们每个每个月都会有那种出去出去玩的那种 那种外拓的活动然后每个星期他们也会组织小孩就是出去玩好像一个星期有三次吧跟我说的啊三次就是就是出去放飞老师带队他们出去的时候就是一根那种麻绳小朋友都摸着那个绳子最带头的那个老师前面一个老师后面一个老师呃管着前后的管着中间的小朋友然后还有一个老师是随行一共这三个就跟我们当时去那个公园去看的差不多 他们那些好像是小班的孩子对当时我们在我们门口的公园里面也看的就是幼儿园老师带着孩子出来也是三个老师嗯今天我去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班就出去了大概十点半的时候他一般是有两个授课的老师然后一个是生活老师就跟中国也是这样配备的就是两个授课老师一个是生活老师那样的嗯然后玩的时候还来了一个那种大巴车很大很大的一个大巴车那大巴车就带着另外一个班的学生就走了然后那个校长跟我说就是那个游泳课 哦游泳课游泳课游泳课是每个星期都有一次然后因为幼儿园里面是没有那种大的游泳馆的设施的所以说他们应该是跟外面去去去租的还有就是校服校服的话呢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接到了呃就是他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教育课那边发的一个通知就是我们孩子在明年四月一号就开始上小学了然后现在去幼儿园的话呢呃日本九月十七号就开始放暑假员员九月十七七月十七号 然后现在我们订好的话呢也是九月份去入学九月份入学的话到他的那个放放寒假的话也就只上几个月的时间所以校服这一块就让我们不用买了嗯学校就直接啊学校就直接借这三天时间吧从联系呃区医所还是蛮顺利的啊非常顺利很很很轻松感觉嗯很轻松啊就是服务这块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小孩呢他们很贴心呢就是要问你所有 所有的需求之后然后再给你推荐就是比较合适的对对他给你预约那个什么时间就是区域所和那个他联系的那个外国人的那个支援中心然后全部对接好之后呢他会把提前把很多中文资料全部给你准备好你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你看的资料都是就是中文和日文两个对对应的对就是所有的资料他们提前都会准备好准备好了之后你过去就非常顺畅的就可以跟他对谈了不管你是会日语的还是不会日语的其实我觉得都有必要联系啊 那个外国人的支援中心为什么呢因为他能够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因为毕竟跟日本人不一样啊你能跟他能根据你的实际情况给你推荐一些比较适合你的幼儿园啊这块人家还讲了说你上小学了以后就可以去那免费的学日语小朋友是星期一啊星期一下午就可以去对专门有他们日本的自愿者去教小朋友不不不不不那个是针对大人的针对小朋友也去针对大人和学生的 但是就是上学的话就是日本上学啊就是你外国人上学的话他会给你配一个你的母语的一个那种生活老师那个幼儿园是没有的就是只有上学才有就等于说我们家小孩如果明年上了一年级的话你就到区域所去申请一个那个生活老师生活老师是你的母语然后他每个星期会给你额外的培训两到三天的就是日语的教学对 这个不只是对中国人的包括什么越南啊泰国啊就是外国人嘛对对啊欧洲国家那几个国家的语种还有就是英语他都会给你配就是你母语的那个生活老师他配的话呢好像是配一年像像我媳妇这种不会日语的就他他那个区域所就有那种免费的日语的教室初级的然后我们这的话一个星期只有一节只有一节然后很便宜很便宜他只收一个书本费 只收一个书本费2600日元的书本费100多块钱人民币然后其他的课程都免费的你就一直可以学但他只教初级你觉得你行了就就完事了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呢就是他要学一学日语了准备让他把我教一教他把初级的简单的学完学完之后呢他就不用去区域所了我们找了一个日本老太太找了一个日本老太太然后完了之后呢 他以前是日语教外国人日语的一个老师但人家现在年龄非常大了就住在我们这附近的已经80岁了然后是一分钱不收的人家那个老太太是免费帮助外国人能学日语而且是一对一的现在他没有在教了所以你去的话呢就是单独教我媳妇一个人但是他不会中文也不会别的国家的语言他是纯日语的来跟你讲日语 所以说你基本的简单的你得要知道要不然的话他是没法教你的所以说现在把小孩送到幼儿园之后呢他就开始简单的学一学这些初级的东西然后下一步你就可以去跟日本的老太太一起学这个语言孩子这块也能融入进来然后今天还有一点就让我觉得挺不错的什么呢就是我不是碰到两个中国家长吗有一个中国家长跟我聊了很久他就说他小孩来这读幼儿园 已经七个月了五岁跟我们家孩子一样大五岁正好也最后一年了嘛明年明年就上小学了他就说他孩子来了大概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吧就这边的语言就基本上能跟小朋友就开始叽叽歪歪逆为逆为就完全就能说了啊就所以说小孩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越早越早其实接触接触另外一门语言的话其实是越好的嗯对啊对 而且而且我们人类啊就是你对于另外一个语言的这种自主的适应能力啊就自然而然的适应能力就是在15岁15岁脑子里面就像有一个开关一样到了15岁啪哒啊以后你学语言的话就只有硬学了15岁之前的话基本上就是说你不用学把你丢到另外一个环境里面你是能够学会的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我们去之前还把那个医疗给办了他这边的小孩看病非常好医疗方面全免然后每一次看病呢 他只收一个那个挂号费挂号费呢就是怎么呢他有点类似像形式一样就200日元就不管你看什么病反正就200日元是吧10块钱10块钱不是挂号费挂号费我们自己去看病的话挂号费也得也得我们自己承担30%也得是700多日元30多块钱小孩那个就是不管你是看病买药反正不管怎么样反正就200日元一次你拿药也不要钱不要钱全免 就是这块还是挺好的还有一点就是他这个幼儿园这些啊你在日本能享受到的所有的福利待遇就跟他们本国人是完全一样的但你老讲他的那个这个这个医疗好但咱买的每一个商品现在都是交10%的税啊对那税也高啊国内也有税国内的税只是没有在那个价钱上面给你标出来嗯日本的消费税安倍就是把 日本的消费税从8%提到了10%多收了两个点的国民消费税然后他在用这个消费税把小孩那个医疗和小孩的那个幼稚园的这个费用给减免了但是所有的消费税但国内国内没有消费税国内的消费税是指的奢侈品然后酒类烟内才有消费税其他是没有消费税增值税是可以抵扣的呢嗯 日本反正买东西都有10%的消费税在里边啊你买任何农产品都带了10%的税啊还是高啊嗯嗯但是他把这个税相当于也用到民生上了嗯他这个国家反正就是那种小政府大社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就还是可以比我们原计划提前了原计划本来想的是过完暑假再去找啊现在我们是暑假之前就把这个事给他落实好过完暑假就上学哦还有一个 他下午两点钟呃放学也可以上延迟课跟咱们国内一样嗯延迟课是额外收费的就是上到晚上六点钟来呃咱国内的延迟课只有一个小时啊他这是从下午两点钟你就不接小孩了现在在上到六点就是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嗯他学习主要是学什么我听老师说什么什么钢琴还有一个什么兴趣爱好钢琴还有一个什么吹奏还有一个是什么玩意儿来着一样的 国内也是就是也是绘画呀音乐呀那些啊还有还有一些做什么还有一些大运动啊还有一个是他说什么来着日语做手工啊对对对那面也做手工就是延迟课延迟课要收费完了之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暑假你也可以去上幼儿园也是额外收费也是延迟对你就不在那个不在那个免费的那个那个那个也一样啊国内国内的私幼儿园都是暑假可以上啊一直上啊嗯就不放假就给钱嗯但公立公立公立 教育不能好还有一点就是说到这个私立和公立就是我们上的这个幼儿园是属于私立的嗯但是现在呢日本的幼儿园都是叫做政府认定就是不管你是私立还是不私立的都从2019年开始就是幼稚园都免费了都免费了哦然后我们要出的什么钱呢我们要出的一个是那个就是像那班费都有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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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便宜那个几十块钱还有就是出那个伙食费 嗯火食费出然后这些幼儿园呢他有些是要要配吃的有些不配吃的不配吃的你要做便当我们那个幼儿园是一三五配二四星期二和星期四不配他应该是不是外出活动对对对反正就是星期二和星期四不配星期二星期四如果你要去的话就是自己做自己做便当带过去如果你不做你也可以跟学校说学校会给你喊外卖就是他一三五的那个菜就是他们学校自己做的嗯二四没有但你也可以在学校吃就是他帮你在外面买嗯那个那个饭是要收费的 嗯嗯就是这样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费用是一个月一交从银行卡扣费总之还是蛮顺利的就大概这样一个情况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